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温哥华时间10月22日 欢迎收看本期的港湾播报 我是Jennifer 经过40天的激烈竞选 2019年10月21日晚 加拿大终于迎来了第43届联邦大选的投票日 按照目前的点票结果 联邦自由党可能以少数优势获胜 联邦新政府将是自由党少数政府 特鲁多又赢了 根据统计自由党已经确认取得157席 保守党有121席 新民主党赢得25席 魁仁党夺得32席 绿党3席 独立候选人1席 由于此次大选 所有政党都没有达到170席的多数政府门槛 因此有可能出现联合政府 而新民主党早前曾表示 愿意与自由党组成联合政府 自由党虽然席位领先 不过局面已经和上一次的大获全胜 已经不可同日而语 数据显示和2015年相比 联邦自由党丢掉了29个国会席位 NDP丢掉了18个席位 相比之下 保守党增加了23个席位 魁北克政党增加22个席位 从得票率来看 保守党得票率34.5% 超过自由党的33.0% 多数近25万选票 可以说保守党和魁仁党 也算是此次大选的赢家了 魁仁党获得32席成为大丰收的一个政党 魁仁党党领布兰切特发表讲话表示 此次的竞选活动对他来说是一次胜利 他会支持一切对魁省人民有利的措施及政策 为魁省人民发声 加拿大人民党党领Bernier落选国会议员 他在竞争保守党党领职位失败后脱离保守党 另立山头成立了加拿大人民党 此次联邦大选中 共有来自6个政党的候选人 以及部分独立候选人参选 根据加拿大选举局公布的数据 此次大选共有合资格的选民2700多万 全国涉约2万个投票站 本次大选议程激烈 选民的参与程度也大大提高 移民政策 经济问题等 都成为民众关心的焦点议题 根据加拿大选举局的初步数据 在10月11日至14日的提前投票中 有470万选民已经投了票 这比上一次联邦大选360万提前投票的选民数量 大幅增加了整整110万 增幅则高达30.5% 此次大选中超过40名华裔候选人 共有8位当选 而在2015年的大选中 27位参选的华裔候选人中有6位当选 可以说此次华裔 无论是从参选还是当选人数来说 都创造了历史 值得一提的是 此次大选中 安省前自由党省议员董涵鹏接替谭庚出战 结果轻松胜出 董涵鹏来自上海 1990年代随着父母移民来到加拿大 在多伦多长大并接受教育 他也是继谭庚之后 第二位进入加拿大国会的中国大陆移民 本届大选至少有40名华裔今天决战大选 候选人数量远远多于历届联邦大选 是历史上华裔候选人最多的一次 今年大选的华裔候选人当中 代表保守党的有12位 代表加拿大人民党的有11位 自由党有8位 新民主党7位 绿党则有2名华裔出战 此外还有数名独立参选人 紧背施其大多伦多地区 就共有32名华裔参选 此次大选出现了 无政党后果半数席位的局面 那么接下来该怎么办 自由党的特鲁多 作为现任总理 有权召集议会发布施政演说 因为该党的国会议员没超过半数 特鲁多可能会在国会信任投票中落败 如果真是如此 那他这时只有两个选择 辞职或要求总督启动新的选举 特鲁多能保证自己继续当总理的办法 是与其他党结成联盟 可以在国会的信任投票中过关 如果特鲁多在新国会得不到多数支持 而被迫辞职的话 总督将有两个选择 邀请另一位党领袖 比如保守党的希尔组阁政府 如果这次的尝试还是失败 总督基本上只剩下第二个选择 就是启动另一次大选 还有另外的可能性就是 保守党可以主动寻求 并与其他政党达成联盟协议 使自由党尝试赢得国会多数支持的机会都没有 这争取新国会多数议员支持的过程至关重要 如果在这一步失败的话 赢了大选也当不了正 联邦自由党党领特鲁多周二凌晨 在满蒂克发表讲话说 连任的自由党政府会一直将国家及其人民放在每个决定的核心 他对支持者说 人民投票拒绝分化和负面 选举结果给他清晰的授权 加拿大人拒绝裁减和紧缩 支持一个进步的日程 以及对气候变化的有利行动 特鲁多也向为投票给自由党的选民发出信息 承诺代表全体国民执政 那包括阿省和沙省当地没有选出一个自由党国会议员 他说 对阿省和沙省的人民 我知道你们是我们伟大国家的必要组成 我听到你们失望的声音 我希望在那里支持你们 让我们致力于国家的团结 而保守党党魁希尔在利仔拿讲话时 预言自由党少数政府持续时间不会很久 他说 今晚保守党已经向特鲁多发出警示 特鲁多先生 在你的政府倒台之际 保守党已经准备好 我们会获胜 不过希尔称他已透过电话向特鲁多致贺 他并对支持者说 加拿大民主的力量不仅靠家人投下的选票衡量 也在于投票结束后国家如何继续向前 他也谈起国家分化问题 希尔说 随分裂的魁人政团崛起 以及我们在加拿大西部省份的主导 加拿大已经是一个更被分化的国家 此外 美国总统川普也及时发出推文 祝贺自由党领袖特鲁多取得一个精彩而艰苦的胜利 他还写道 加拿大的公共服务很棒 他期盼与特鲁多合作 促进我们两国进步 21日是加拿大联邦大选 家园市乘风而上 一下子涨破了5.41 对美元也很强劲 涨到了76.4美分 创下了最近三个月来的新高 多伦多封业银行 Scotiabank首席市场策略师 Sean Osborne最近在一份报告中表示 从历史来看 联邦大选似乎并未对家园的基本趋势产生重大影响 不过他表示 今年可能会有所不同 外汇参与者将把注意力重新集中在加拿大银行的政策前景 而主要的政策前景就是加拿大央行核实降息 在包括美联储等多国央行纷纷采取减息措施的大背景下 加拿大央行过去一年一直保持1.75%的基准利率不变 MyNew Life投资公司高级投资策略师Kelvin Heitland表示 家园汇价升至7月22日以来的最高水平 部分原因是市场对加国央行今年减息的预期降低 从而推高家园汇价 目前外界预测 加拿大央行可能在明年1月降息 他又指 加国大选能源公司无疑都希望保守党赢得大选 组成大多数政府 几天前当民调显示自由党支持率全面下滑时 加币曾迎来一个涨势小高潮 民众普遍认为保守党上台将其经济政策 使得一个强势的加币变为可能 此外 加拿大贸易占据经济的比重很大 因此最近贸易局势的改善有利于提振加拿大的经济 上周四 加拿大统计局的数据显示 8月工厂销售增幅超出预期 加元在当地出现大涨 由于汽车和金属制品的销售增加 加拿大的制造业销售较7月增长了0.8% 分析师此前预计将增长0.6% 此外 加拿大就业强劲 失业率一直在最近40多年的低点附近徘徊 9月份 加拿大增加了28200个工作岗位 而前一个月的数据向上修正后增加了109900个工作岗位 而加拿大9月份的通货膨胀率是1.9% 显示加拿大经济仍保持着良好的上升趋势 加元的上涨对留学生地产和代购会有一定的影响 但对赚加元的朋友而言正是出国游玩的好时期 能兑换的钱更多了就等于省到赚到了 大选花落谁家如今已经揭晓 加元或将再次起飞 据加拿大赫芬顿邮报最新报道 根据加拿大一家金融机构的最新研究 如今加拿大房市画面封变 在加西特别是一度火热的温哥华房市暗淡之后 加东却是亮了起来 加拿大枫叶银行Scotiabank的专题报告称 由于联邦和地方政府出重拳压制 温哥华和多伦多的房市深受打击 温哥华更有些一蹶不振 虽然9月份销量回升 但房价仍然一跌再跌 下滑趋势难以遏制 比较而言多伦多情况要稍好一些 尽管一度低迷 但如今基本出底 市场强势反弹回升 9月份交易量和房价双双上升 前者同比升高22% 后者也超过5% 但全国来看市场最火的是蒙特利尔 这里的房子十分抢手 卖得极快 每月上市的房子中近八成当月可以卖掉 这是好多年没有见过的情况 在Scotiabank列出的十大最火市场中 竟然没有一个城市在加拿大西部 几乎都在东边 而大西洋省份更有三个市场列在前十 包括辛布伦瑞克的哈利法克斯 辛斯科奢的蒙克顿和圣约翰 在Scotiabank作为研究对象的31个城市当中 有8个属于卖方市场 都在加拿大东部和中部 只有一个买家市场是在Sasha的Saskrash One 除这9个市场以外 其余全部都属于平衡市场 这多少说明了加拿大房地产目前的状态 多数处于平衡市场状态 Scotiabank的这个排名 主要是根据物业销售与新上市房屋量的比率 或者说每月售出房屋数量与当月新上市房屋的百分比 然后将这个比率与其长期平均值进行比较 你了解市场是否比正常情况活跃以及活跃程度如何 若向上的偏差越大市场越热 若向下的偏差越大则市场越凉 从表中可以看出加拿大全国平均为0.7 处于顶端的蒙特利尔为正3.1 而处于垫底位置的Saskrash One则为-1.2 大选结束了 不管你投了哪一个 是开心还是觉得加拿大没救了 温村的小伙伴们关心的还是自己的民生问题 让我们来看看这次大选结束后 对于大家都关心的Skytrain Lending中心 和UBC校园扩展项目都有什么影响呢 在这点上 对于大温哥华地区选民来说 选举结果不算是个坏消息 此前特鲁多的自由党承诺 为公共交通提供新的长期资金 有可能用于资助市场理事会的三期项目 其中包括从Abutus街到UBC的 7公里长的迁徙线百老汇扩建工程 以及9个Flywood到Lending中心的 士博县Freezer高速公路延长线工程 这两个拟议的天车扩建计划 都曾通过执政党的地区投票 Abutus UBC扩展程序将通过Vancouver Quarter运行 该系统已由自由党的Joyce Mary重新监督 在Freezer以南 自由党赢得了Expo Line Freezer Highway Extension三场竞争中的两项 在苏里市中心和Flywood Port Chaos 由自由党的现任领导人 兰迪普辛格和肯哈迪分别当选 但是保守党的Terry马·Jason 在Cloverdale兰里市 以微弱优势击败自由党的 现任领导人中Aldek 而士博县Freezer Highway 高速公路延长线将在那里终止 在这次联邦大选中 特鲁多的自由党表示 承诺至少继续进行 向Flywood的士博县Freezer Highway 高速公路扩建项目 这将通过重新分配16亿的联邦和地区 或Translink资金来实现 该资金以前是用于 现在已取消的 Sery Newtown至Gilford的轻轨项目 对于市场委员会计划的第二阶段 联邦政府将捐款13.7亿元 以帮助支付百老汇延长限制 Abutus结合轻轨的费用 轻轨项目的16.5亿元成本中 有4.8亿元由联邦政府承担 而11.2亿元由地区和Translink承担 Translink和市长理事会 希望联邦政府正式批准 将轻轨的联邦资金 重新分配到2020年中期到Flywood Expo Line Freezer Highway Extension延长线 预计将在2022年开工 2025年下半年开始运营 以上就是本期港湾播报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是Jennifer 我们下期再见